988新闻线 RUN97汽油的话呢 明天才天啊 如果还可以搭汗你上的话 因为新州的这个燃油顶价出炉 RUN97是下调是先的 根据财政部公布 明天开始一直到下个星期三 RUN97的价格 每公升的售价是三令吉 81仙 那RUN95汽油还有柴油的价格 就是维持的 分别是二令吉零五仙 还有二令吉十五仙 新闻主线 袁怀哨就说啊 要组织一个非国阵大联盟 穆尤丁为首相人选 纳吉指出 他选购个人贷款 36%年利息过高了 希望财政部能够监督 警方说 马来西亚是禁止在公路上 使用自动辅助驾驶系统的 法迪拉表示 政府重组大道计划 跟西蒙政策 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这个重组大道公司的课题 引发了朝野 争相去抢功劳 而工程部的高级部长 法迪拉今天强调 国阵政府在2002年 就开始跟大道特许经营公司 谈判重组大道收费 这个是西蒙执政的16年前 也就是说 重组大道不是西蒙的政策 他说重组的谈判策略呢 也取决于几个因素的 包括说 政府所承担的赔偿 生活开销提高 收费率 分阶段降低城市之间的过路费 以及特许经营公司的融资承诺 法迪拉就说了 根据政府的这些上述的意愿呢 目前所有营运当中的大道 已经是有很多次的重组 确保大道使用者在缴付 可以缴付合理的一个过路费 他有举例 你看这个白浦大道LDP 在2007年重组收费之后呢 这个过路费一直就维持到现在 没有改变哦 也就是在1993 还有就是1993年到2018年期间 国阵台废除了好几条大道的收费 是那法迪拉尤索夫他也是有提出了 现在这个收购计划 跟2019年西蒙执政时期 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他就讲到 政府早前宣布 以54亿8000万令吉 来收购四条大道特许经营公司 这个价钱是比起2019年当时 西蒙时期的这个财政部 现役62亿令吉 这样比起来呢 这一次是节省了7亿2000万令吉 那另外一点就是啊 根据2019年的协议 现役 那个时候政府呢 是必须要担保收购 四家大道公司的620亿令吉贷款 而有关担保就会让政府面对财务风险 反观看到现在的重组计划建议之下呢 政府是不需要承担任何开销 不用担保人民大道信托公司 也就是AOR的这个贷款 也不必去承担任何大道营运 还有保养的费用 法提拉有说 根据西蒙时期财政部长 在2019年6月26号发的文告 一旦特许经营合约届满 就会征收这个拥堵费 他补充所有的合约 都是政府跟私人界的承诺 并且由投资者密切的监督 政府是不能够空许承诺 或者是做出影响投资信心的决策 所以政府在考虑了 种种种种因素之后呢 就同意重组大道特许经营公司的建议 当中呢 也不再存有任何合理化的因素 那大道的收费也维持不变的 那说到这个大道 我们要确保开车时候安全 除了道路的状况 需要很良好之外呢 司机的驾驶状态 也是非常重要的 看到五级安曼交通调查及执法部 执法组主任巴克里 他就告诉新洲日报 就说到我国其实是禁止驾驶人士 在公路行驶的时候 使用Tesla的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就是autopilot 因为这有可能就会导致 这个司机注意力不集中 为什么会提到这一点 这主要就是因为日前 马兴国境开放的时候 那时就有一对新加坡的情侣 开着Tesla的轿车 从新加坡那边入境到我国马来西亚 那期间他们是有启动 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在高速大道上面奔驰的 又为什么会知道 他们开这个autopilot 就是因为这个司机呢 他是把这个自助辅助驾驶系统 整个过程拍摄成一个视频 然后上载到TikTok 然后这个画面又显示 当时司机他的手 是完全没有摆在驾驶盘上面 所以这个事件就引起 马来西亚警方的关注了 那巴克里就说 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最新的研究报告呢 使用自动辅助驾驶功能开车 可能会导致司机的注意力不集中 对道路情况不敏感 他说即使未来所有的交通工具 都配有自动辅助驾驶功能 人们应该都要时刻的专注 和察觉道路的情况 因为一旦有关这个系统失灵 就没有侦测到危险 驾驶者还可以及时的就去反应 然后接管车辆 避免发生车祸 那当被问到警方 会不会对付这一对情侣的时候 巴克里就回应说 这个行为其实在马来西亚是禁止的 警方就会援引1987年 陆路交通法令展开调查 那在马兴边界开放之后 另外一个讨论度很高的话题 就是外国车辆添购乱纸武汽油的训件 从4月以后开放边境到昨天 国内贸销部就已经接获 7宗有关外国注册车辆 滥用乱纸武汽油津贴的这个投诉 所有案件呢 都是发生在若福州内的 当局目前正在调查两家的油站 那另外国内贸销部长阿里山大 他就有透露说 贸销部会在近期之内去公布 有关汽车添油的新条规 防止外国注册车辆来添购乱纸武汽油 他说呢 一直以来交通部都是一直要求说 这个汽油营运商可以合作去监控 而且是禁止外国车辆 去购买这个乱纸武汽油 但到现在还是有出现违规的情况 而冒销部那边其实是不够人力去监督 柔佛州边境的每一个油站的 所以就希望说 现在可以透过去宣布一个新的条规 来弥补现有的不足 根据目前的这个政策呢 如果外国注册车辆去添购乱纸武汽油 有关当局只是会对付油站的业者 而不是车主的 说到汽油的话 目前我们的这个看到国际油价 也是在屡屡创新高 RUN97逼近了四令吉的这个领售价格 前首相纳吉认为说 国际油价高企 如果能够稍微帮助沙布拉能源 那么这家公司有很大的机会 可以走出困境的 纳吉在脸书贴文说 公正党副主席拉斐兹 终于承认了西蒙政府在执政时 要协助沙布拉能源摆脱困境 但是当时的这个汽油跟天然气价格疲弱 现在呢就必须是要拯救 沙布拉能源的时候了 因为油气领域是处在高峰期 而国际油气的价格 现在也达到这个历史的新高 所以纳吉还补充说 你看西蒙当时候要拯救的 其实是一个私人企业 现在这个沙布拉能源 已经成为了关联公司 所以他觉得应该要去打救了 那拉斐兹今天稍早前是有发文告 就讲到西蒙执政时期 计划通过国民投资机构 PNB来注入资金 去拯救沙布拉能源公司 这个建议 当时候有这个建议出来的时候 他是不同意的 他说虽然自己在西蒙政府当中 是没有影响力 也没有担任任何的职位 但是他就曾经公开反对 实任首相敦马卡迪的几项决定 那说到这个沙布拉集团子公司 沙布拉能源呢 他是在2019年以来 就一直面对亏损 在2022年财年净亏了89亿令吉 纳吉还有这个拉斐兹 他针对政府是不是应该出手 去拯救沙布拉能源 一直都是在网上交锋 现在也促成了纳吉和公正党主席 安华的辩论 这辩论也主要是针对国家 还有沙布拉能源的课题了 而安华昨天透露 已经指示了班底谷国会议员 法米作为辩论的协调员 就是跟纳吉协调辩论的日期 还有时间 法米今天接受东方日报 访问的时候还说到 这个辩论的细节 他们还在安排当中 暂时没办法确定日期 还有时间的 确定的一件事情 最近有些人感受到天气 好像开始变炎热 然后这个大马气象局 那边其实有预测 所以一波炎热天气 会持续到5月 然后6月才会减缓这个情况 天气热的时候呢 很多人在家里 就会开着冷气机 这个电费其实也会增加很多 因为冷气机 其实是最耗电的一个电气 现在国能TNB 给大家分享了几个 省电的小贴士 第一就是可以把冷气的温度 你调到24到26摄氏度 那又或者你一定要经常的 去换洗跟清理 这个空气的 这个冷气的过滤网 因为如果你去清洗之后 它就可以很大程度的发挥 整个冷却的功能 它不会阻挡 然后你需要耗更多的电 让它冷却 那第三个就是你要定期 去维修冷气 然后所以保持这个冷气 可以有很好的这个效能 第四个就是要关闭 所有的房间窗啊 门户啊 洞口这样子 避免冷气流失 这样子就不会 让这个冷气 需要更耗电 这样去制造这个冷气 还有晚上的时候 可以的话就开风扇 那你开风扇 也要记得设定这个时间 关掉冷气机 因为一般上室温 它会在你开着这个冷气机 几个小时之后 降到了比较舒服的水平 那其实你开着风扇 不只是会更便宜 还可以确保室内空气流通 就是两个同时进行的 一个辅助 那在这一段期间 你可能也可以换掉一些 很旧的这个冷气机 因为呢 用旧型号的冷气机 可能会更耗电 现在又出了很多那种省电款 你看那个星星越多 能越着省电的那个功效 就越大的 那另外也是可以选择 根据你的那个空间 房间的空间 大的话就选择大马力 小的话就选择小马力 这样子 更多有关于这个省电的详情 可以去到TMB的官网 那边去查询的 因为现在和包有点紧 大家可能 在用电方面省一省 就省下一笔 不然的话可能你要去借钱 这个电子钱包 现在有推出快速又容易批准的 微型贷款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如果你觉得好事来的方便应急 可以点选love 那如果你觉得不是好事 会出问题 可以点选love 欢迎收到988的官方Facebook 参与今天现在的话题 来说一下这一个 简易的个人贷款 你是怎么看的啦 对 针对这个简易贷款 其实纳吉今天有一些质疑的 那同时专家也有出来说 到底这个东西 OK的哈 回来跟你说更多 留守988新闻线 988新闻线 你好我是冠贤 你好我是湘君 最近你有发现吗 这个电子钱包一触即通 这个他选购的意味了 他们那边 因为是他的公司 配合些MB 连创银行 有推出的个人融资计划 GoPinJump 通过电子钱包 可以提供最低100令吉到最高1万令吉的电子个人贷款 这个还款期呢 是从一个星期到52个星期的 年利率介于8%到36% 不过这个超高的利息就让前首相纳吉大呼太过分了 他就要求财政部要监督这件事情 或者解释为什么这个微型贷款的年利息 竟然可以高达36% 那其认为如果这是真的呢 就会让人民背负太重的负担 不过他也怀疑 这个36% 36年利息是不是一个错误传达的资讯呢 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个人借贷 网民也就是议论纷纷的 不只是嘲讽 这是放高利大牙 甚至有人认为说超高利息就好像是合法的阿龙这样子 那这个GoPinJump 微型贷款开放给21岁以上的用户 而且每个月收入800令吉 你就可以申请 有网民呢 他就是看到这样的情况 就有尝试说这个功能 只是输入每个月1200令吉的收入 不到一分钟 他就获得3600令吉的贷款 所以他们就质疑这个电子个人的贷款 是不是太过简单便捷 会不会就是形成一个贷款的陷阱 所以看到根据新州日报 他的报道呢 就是访问了财务专家蔡兆元 蔡兆元提醒 那一些想要借贷的人 想要清楚自己到底要借贷 是为了什么目的 是要借来消费 还是可以提升这个生产力 来增加本身的收入来源 他有说到不是不可以借钱 但如果你想要借钱 是为了要开始一门生意 是不是申请政府提供的 DC贷款借贷会更理想呢 他有说我国的个人贷款已经泛滥了 政府不应该再默许 这些简易的电子钱包个人贷款 因此他促请国家银行 要管制这些太容易批准的电子钱包 个人贷款和消费信贷 他也引用国会的书面报告说 你看从2019年到2022年的2月份 在破产人士当中有一半 都是因为个人贷款所造成的 不过网络上面也是有一些网民 对这项贷款是有兴趣的 认为说你这个还是可以帮助我解决 紧急的财务需求啊 避免一些人他踏上就去找大耳龙 非法大耳龙去借贷 面对的是可能会引来一些 很糟糕的追债手段啊 所以所以就有正反两面的一个看法 那不过说回来今天啊 又有人提到前首相纳吉 其实好像提到好的人也不止一个 刚刚我们也提到 拉菲斯就已经提到他了 那今天另外一个提到纳吉的就是前首相 敦马哈迪 他是在部落格撰文 揶于纳吉 敦马就认为 大家呢就是民众不应该 一直把纳吉的名字挂在嘴边 因为这会让纳吉更受欢迎 敦马就说 不要提起这个小偷的名字 因为这样子他会出名 会成为首相 而且就会继续偷钱 一整篇啊 敦马就是每一个段落都在揶于纳吉 就他提的最多吧 我在想 纳吉之后呢 是直接在脸书有简短的回应 马哈迪的铁文啊 就说到说 敦 今天晚上不要忘了这个 晚西里哦 就是这个 德拉威这样子 就简单的回应 神回忆一下 是 接下来呢 我们就关注另一边啊 土团党那边的动向了 土团党最高理事 有一个议决 说将会全权交由 党主席慕尤丁领导的这个政治局呢 代表土团跟其他政党商讨 来届大选的战略 土团党总秘书韩沙赞努丁说 最高理事昨天开会了 讨论了很多事情 包括说党务啊 国家政局发展啊 他们也检讨了3月12号举行的 柔佛州选举结果 那同时今天也看到 土团党的青年团长 袁怀绍认为说 这个非国政政党大联盟 是可以实现的 因为呢 他们曾经都尝试过了权力的滋味 也怀念他 而且能够让国家摆脱 现有的政治僵局 可是他有提出 他觉得 如果你组成这个联盟 那么首相的人选 必须是慕尤丁 而不是公正党主席安华 那根据的Vibes的这个报道呢 袁怀绍他就直言 所有的人呢 都必须要做出一定的牺牲 但是土团党还没有完成讨论 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回应 所有的疑问 但作为前进的方向呢 他认为说这个非国政政党 必须考虑建立大联盟的可能性 袁怀绍他还说到 火盟西盟 还有这个沙盟就是GPS 再加上其他政党 如果是有一套协议的话 就可以为国家未来 带来新的政治面貌 但是这一些只有在 就是必须有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要由 温和的马来领袖 比如说慕尤丁领导下 才可以继续的维持下去 好 可是说到底 我们在说回之前 西盟他们当初倒台 大家成员各分 分道扬镳 其实都是因为有人跳槽 没错 这个就是根源 对 可是很快的来临的国会特别会议 就会提升这个反跳槽法 今天有看到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说 大马民主联合阵线 穆大主席赛沙迪 现在也承诺会支持反跳槽修宪法案 这代表着已经有91名国会议员 公开承诺支持反跳槽修宪法案 陆兆福就呼吁 所有在国会拥有代表的政党 你们都应该要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 那只是对于这个反跳槽法案呢 政治学者黄建发他是反对的 他就批评联邦政府拟定的这个反跳槽法案有两大缺陷 分别就是第一个过度放大政党的权力 第二个就是没有办法阻止政党转换这个阵营 他认为即将提升的法案就会让政党的领袖滥用反跳槽法 而只是需要将这些党内的竞争对手开除 就能够把他们逐出国会 这也将会导致国会议员就必须要顺从他们党的这个意愿 而国会就会成为拥有绝大多数议席政府的这个橡皮土装而已 那第二个就是黄建发表示啊 这个反跳槽法只会惩罚退党或是被开除的民选代表 而不是退出原有的阵营 或是被这个原阵营开除的政党 因此呢他认为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个政变 所以呢黄建发他有一个建议 他觉得联邦政府要提成的应该是这个罢免法 将是不是罢免特定民选代表的这个权利呢 交给人民而不是政党的领袖 那按照这个罢免法 他觉得选民就可以透过罢免选举啊 或者用联署的方式来决定退党 或者是被党开除的民选代表 还有就是加入政党独立的民选代表的这个去留 那只有要求罢免这一位人民代议室的联署人数 达到了一定的门槛 那么这个议席才会悬空 然后举行补选 而不是由这个政党来决定 你应不应该要继续留在这个国会当中了 因为如果根据反跳槽法的话 那如果他现在退出党的话 这个议席就悬空了 就回到去把这个选择权丢回人民的手上了 那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疫情的数据方面嘛 看到我国昨天新增的确诊病例是有12,017宗 目前在加护病房的人数是有103人 只占活跃病例的0.1%是非常低的一个数据 另一方面看到大马昨天新增33宗的冠病死亡病例 10宗是宋院前死亡病例VID 那说到这个冠病疫情卫生部长凯里 他有特别提醒 糖尿病患者如果感染冠病的话呢 他们出现严重症状的几率会比一般上健康的民众 高出三到四倍这么多的 凯里他有说到民众必须要具尽力的预防 还有二尺糖尿病 因为这会影响马来西亚人的生活品质 所以他就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身体健康 要采取健康均衡的饮食 还有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问这个蛮多人关注的课题了 电子钱包推出了快速简易批准的这个微型贷款 你认为 89%的朋友认为说不是好事会出问题的 另外11%的朋友认为说好事来的方便应急 你其实看得到这个课题是还蛮特别的 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新出很多人可能搞不太清楚 但是越来越多人在讨论针对这一个个人检疫的贷款 因为也有人提出会不会导致更多人破产之类的 然后但是像是JLong他就说要看条件才说 其实没那么容易借的 但有人去就是网民这样子费带了 是说挺容易的 蛮快的 我觉得如果你有需要才去看 先深思吧 对对对 因为这个也是很新的一个方式 他是透过网上去申请这样一个贷款 然后马上可能你就可以获得批准 OK 那当然接下来看财政部那边 会不会回应那几的这些疑问 是不是36%这么高 这么高了 是 好了 如果有更多相关消息 我们在新闻线会跟你谈一谈的了 我是冠贤 我是湘君 明天晚上7点30分 记得要准时收听和收看988新闻线 by bwd6 at